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的2点20分 昆明在建的新机场立交桥在交换过程中垮塌 造成7人死亡 26人轻伤 8人重伤 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昨天下午2点20分 由云南建工市政公司呈建的 云南省昆明新机场配套工程 机场高速公路引桥在混凝土胶筑施工中 突然发生了支架垮塌事故 垮塌长度约38.5米 宽为13.2米 支撑高度约为8米 事故发生后 云南省昆明市党委政府 第一时间在现场成立了 现场抢救组 医疗救护组 事故善后工作组 事故调查组等四个小组 全面组织力量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共动用14辆专业救援车 三台吊车 九台救护车展开搜救 因为它是干架桥梁 它还搭载这个脚手架上面 那么大量的这个干管 干管 还有一个是高标号的水泥加 这两个增加了 19的难度 我们调动了这个 14张战斗船 106人官兵赶赴现场 到现场以后 我们采取这个 用搜救权搜救 用生命探柴液 这个进行探柴 建设中的昆明新机场定位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家门户枢纽机场 规划总投资230亿元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800万人次